今天我们来动物园 河马很大 哇 这看着光溜溜的河马 太陡了 哇 好胖啊 大家好 我是亚梅 很开心又在视频里见到大家了 自从工作以来呢 真的是非常忙 时间呢也掰不开 不过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因为也是应很多粉丝的要求 希望我的更新呢 不要间隔的太久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 我必须保证每周 要跟大家见一次面 正如上集说的 加拿大医疗环境这个话题呢 有太多太多可说可聊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接着说说这里的家庭医生 对于新移民来说呢 头等的大事 应该就是找家庭医生 那像我们当时在塞尔省里加拿的时候 那个城市呢只有20万人口 而且基本上华人是很少很少的 那也就意味着你能找到华人 也就是说可以讲中文的家庭医生 那几乎是就是零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那边待了五年半 我们在走之前都没有找到可以讲中文的家庭医生 那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当时在里加拿大的那个家庭医生呢 他是怎么讲呢 是亚裔 他是越南人 然后那个老太太就经常是 后来都熟了吗 就开玩笑跟我们讲说 我很奇怪 为什么新来的这个中国移民都会来找我建党 难道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说找家庭医生是头等大事呢 对于一个家庭移民过来的话 小孩子肯定是需要有个家庭医生 另外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一些慢性病的话 那你也会需要家庭医生 帮你随时开这些像什么高血压药啦 酱糖药啦等等 所以家庭医生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当你如果遇到一些疾病的话 首先是需要见家庭医生 然后家庭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呢 向你就帮你去推荐和联络这个专科医生 所以在加拿大的这个医疗资源呢 他的这个分配呢 也是有他的特殊性的 所以你很难说一下 比如说我胃部不舒服 或者我肺有问题 你很难直接去联络到这个专科医生 都是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 来帮你去做这种跟进的 刚来加拿大呢 人生地不熟 那哪里去找家庭医生呢 我们的经验就是 当时我们在里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就是通过周围的朋友 打听他们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 是否还可以接收新的病人 那其实当时我们在里加拿 知道有一个特别好的医生 那也是我们当时在那里的时候 做体检碰到的一个西人医生 尽管可能我们的语言会有一些不相通 但是那个医生的口碑特别好 只可惜那个医生已经不收新病人了 那我们当时找的那个家庭医生呢 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家一直在就是跟着他 再加上呢 我们的那个朋友呢 的女主人呢 是要准备要老二 所以呢 他就找的这个家庭医生 而且是女的 我当时呢 也是觉得找个女医生 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呢 我们就去问他们 还有没有位置 也很巧 这个老太太跟他先生呢 都是医生 他先生是儿科医生 他呢 是属于是全科 主要其实还是做妇产科 那我们当时就跟他见了这个 间谍的联系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是一家四口 去跟他约见面 然后同时做了第一次的这种 叫做体检吧 就是年度的体检 老太太虽然说英文 我们沟通呢 也不是很困难 而且另外还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想见家庭医生 你的语言不够过关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约志愿者 这边的话 志愿者是很愿意 为你提供这样的免费服务的 因为毕竟也是算 就是一工的一种吧 如果家里边有一个人的英文 比较好的话 那就是建立这种 西人的家庭医生 是完全没问题的 小城市呢 去找家庭医生 相对更容易一些 像我们2021年 搬到温哥华之后呢 说实话 找家庭医生就比较难 虽然这边的 可以讲华语的 就是国语的 医生是比较多 但是大家想想 这边来的华人也特别多 而且家庭医生呢 基本上其实 他们还是有限额的 那我们也是等了差不多半年 也是在朋友的推荐下 询问了他的诊所 那正好呢 他的诊所来了一个新的 可以讲 国语的这个家庭医生 我们才能够建党 否则的话 还是要等 真的是要一直在等 那我们这中间呢 也换了一个家庭医生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 这个家庭医生 可能他要搬家了 那我们呢 又托朋友 又托的朋友 找到现在的这个老医生 最近几次这个老医生呢 都没有接待我们 都转成了他诊所的 另外一个 只会说英文的 一个怎么讲 像中东这样的一个 国家的医生 一个女医生 好歹也是女医生 还有一点呢 家庭医生 会在你每一次检查之后 会和你预约一个面谈 所以呢 通常当你被家庭医生 通知来见他的时候 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不管是结果是好 还是不好 他都是有这个义务 要给你就是面对面去沟通 今天呢 给大家聊聊家庭医生 移民加拿大已经八年多了 这里的医疗环境呢 我个人还是已经习惯和适应了 当然了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可以用国语沟通的家庭医生 那就是太完美了 毕竟医疗方面的事情 其实用自己的母语沟通呢 更踏实 更放心 所以我个人呢 也建议新移民 最好在家庭医生 这方面呢 尽快落实 这个确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还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 关于加拿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 还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雅美呢 会尽快的回复大家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